你想过吗 比如说如果当时没出国 那命运会怎么样 我不可思议 当时如果没出国的话 不可思议 就透露式的表达 我当年是完全接受的 我也是在舞台上朗诵 我应该怎么站着 或者应该怎么拿着 我也会 我也是那么做的 潜意识里面 可能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大舞台上 我平常很少去想它 那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叫Irish 是不是 对 突然的勾起了我 因为它移民是从阿尔兰到纽约 那至少它语言还是通的 人种啊什么 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种 还是这样 我是一个文革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 一架飞机突然间给我撂纽约 所有的价值观对错 一下子都没了 然后所有一切熟悉的这种思念 这种牺牲是很大的 这当时中国还有什么意向 让你特别的留恋 除了亲人 除了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特别的强烈 一种集体主义吧 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 那种孤立的 那种非常孤立的 完全个体化的 对 因为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 集体主义有一种安全感 所有的对是上面交给我的对 所有的错是上面交给我的错 那要用自己的良心去做分析 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 这完全陌生的概念 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我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 没有自我意志 很难有道德底线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担当 没有良知嘛 对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 慢慢真的建立起来 你所有的个人意志也好 慢慢真的开始成熟了 需要花了多长时间 很难说 太漫长了 那个回忆起来的话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样 对 一切好像要从头开始去学 所以这个痛苦漫长的过程 有很多是内在的 内心的东西 中间有特别动摇过吗 就放弃回来 没有 没有真的 没有真的觉得 因为感情上这种痛苦 就改变自己的决定 没有过 没有过 你是那种 就是live in the moment 那样的人吗 那种 我希望是 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 理想状态是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做到 其实我挺固守的 所以我说我到美国 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留学生 就科技这方面的 或者跟我同代的 他们其实融入的比我快 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较相通 那种技术语言或者什么语言 对 他没有对一个祖国的概念 有一种象征性的或者情感上的分析 因为我在考虑价值观 我在考虑某一种文化上的什么 负担就比较重 所以很难让我放弃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还没钱看电影 等到我去电影院的时候 看的是 Chair the Fire 我特别爱这部电影 Chair the Fire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英雄人物是这样来表达的 就是说在表达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不能去抹杀它的人性 然后慢慢的我也看到了许多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肯定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生命力 而不是一个空大的口号 比如说那个Chair the Fire 里面有两种信念 一种是宗教式的 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了 某种人的那种拓展 我可以跑得更快 我可以更辉煌 那种挺希腊式的一种东西 这两种信念哪个对你更有吸引力呢 都有吧 都有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可能更是作为一个人吧 个体的一种丰沛性各种 作为一个人 对 你看那个Emily Earhart 那个女飞行员 为什么她至今 人们还在想着她呢 她没有说 我是为了航空事业 我要冒这个险 我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 独自一个人要怎么样的 没有 她是一种非常个体的冲动 对天空 对航空的一种激情 一种偏好 其实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 是最有创造力的 我喜欢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激情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 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其实当然小花这么打动人 其实也是某种 对更本能的人的情感之间 那种表达 是不是一下子 对 当时小花的表达 的确是跟其他的 之前的叙事完全不同的 叙事不一样 她很模糊的给人带来的 这种渴望向往和爱吧 有一种爱 当时拍的时候 对刘小庆什么印象 19岁的时候 其实当时 其实我进组的时候 才17岁 我是在小花祖过的 18岁的生日 所以她不怎么太带我玩 她就把我当孩子 没什么可多跟我聊的 我就觉得羡慕她 特别羡慕她 很豪爽的个性 会唱歌 会弹洋琴 这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她老有午餐肉吃 就特别羡慕 就特别缺吃的嘛 那时候 而且我特别的馋 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馒头 特别馋 然后羡慕的不行 或者说在一个剧组里面 突然之间在几个月 或者一段时间里面 彼此间的感情迅速的加剧 然后突然又都散去了 这对一个人的情感的考验是怎么样 对你来说 其实就是说真的每个小的时候 每次离开摄制组 那种惆怅 根本不是一个少年应该有的 当时离开小花祖的时候 我也记得挺清楚的 就觉得是大病一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拍的也是少年的电影 我真的我看到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太理解了 当然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马戏团式的生存方法 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了 你还可以说去关心到其他事情 过去没有 你的全部的人就是在这个组里 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 世界上就这几两三百人 这就是全世界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 好熟练 从小吃这个上海人 它会标油 戴卜林奇和贝多鲁奇 谁给你的印象更强烈 当然贝多鲁奇 那个电影拍得很慢 很长一段时间 对 他是一个特别强烈的人是吧 我对他特别着迷 他也没有说是那么强烈的一个人 他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看见诗的那样一个人 你也是个经常能看到诗的人吧 我也不知道 我喜欢这样的 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有这一面 就是生活太繁忙了 而且人总觉得自己不繁忙的话 就不够努力 就失去好多我觉得 再来点吗 对我也属于比较能吃的 这样的减肥方法 那样的减肥方法 听的都是各种折磨 上行 就是你的状态保持的密集 就是想吃啥吃啥 对 这应该年轻的女同学们都听一听 有很大的缓解 对他们的焦虑 都每个人幸福感不一样 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他自己在掉棒的时候 嗯 我的幸福感是在最绝的时候 你的幸福感呢 一个人的时候 嗯 必须的 对 你也是吧 都是一个人的时候到来 有一个谁说的话来的时候 最好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发生的 真的 真的是 那怎么跟人家相处啊 要是做幸福总是一个人的时候 幸福与幸福之间总得要有其他内容 舔一下是吧 过度一下 你很早就发现吧 我只知道我是需要独处的人 嗯 没有独处的话 肯定我其他的感受就没了 嗯 因为太难做自己了 嗯 尤其在人跟前 太难做自己 但你已经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了 所以需要独处呀 这个我也许不太适合拍摄 导演说了 这个不太适合拍摄 这个又碎 然后又得嚼 然后绿色的菜又灰在牙缝里 造成混乱这个是吧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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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忆起来 当年大班引起的争论 你还会不舒服吗 不会 早不会了 是吧 嗯 就好像看别人一样 对 像一种人别人的人生 对 好像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嗯 目前为止你演过这么多 哪个角色让你真的是觉得特别难 特别有挑战性 特别有挑战性的都是特别烂的角色 烂破角色的挑战性可强了 那说说看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你才能不让自己无敌自容啊 嗯 比如吗 能说吗 这个我都记不住了 嗯 我演过好多烂戏 好在就是说做演员的你演烂戏 人家没看过 嗯 或者自己烂嘛 没人去看 比如你自己想起来你演过这些烂戏 你内心什么感觉 我心里特别咯噔眼不舒服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人嘛 嗯 嗯 包括你演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其实Home Story Oh Home Story Home Story 对对对 里面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演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导演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给了我剧本 我看完了 我见她 我说呀 我说真没见过这样写母亲的啊 嗯 我总是想给她一个熟旧的价值 嗯 我总是想希望她有所认识 嗯 但那个导演 因为她讲的是她自己的妈妈 她无法给予这个 嗯 然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把这个角色承担下来了 她说她妈妈不是字 就是要想象一个完全不是字的一个单身的女人 曾经在风流场所工作过的 带着儿女一个人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她有多少生存的方法 嗯 和她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这个人 她妈妈不是字的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 可以把它翻译成某一种东西了 其实我那篇最明显的感觉是她 对 哎呀那种生命力太动人了 那种东西 她必须这样 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对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其实就是 这种希望 让她动人 嗯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经常觉得没什么生命力 但看起来这么有生命力啊 你想 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换过不同的地方 或者做不同的尝试 生命力很惊人的呀 活了好几辈子似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学吧 嗯 文学区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很 就是很文学的部分嘛 年轻的时候读书量很大 其实特别爱读书 就记得如果是拍戏的话 我会一个人在房车里面读书 因为我生活精力有限 就是你不可能去把这些生活都活一遍 对吧 好的小说 比如说它能够让你体会到 人格人性和人的一种梦想 它会更有感染力 嗯 比生命当中的似乎更有感染力 因为它浓度更大嘛 嗯 我看到这些酒就挺开心的 嗯 像那个书店狗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有一点这种感觉 给你带来不同种类的晕眩 对 陌生的滋味 对 嗯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 那个安德森林的日记的 是80年代吗 还是再晚 很年轻 嗯 我有一段非常需要书的时候 来美国之后那段时间 很大的一个陪伴 慰藉 太困惑了 嗯 总觉得可以找到一些什么 我就是说我最近找跟老公之间的那个传真交流吗 我那时候在拍那个红玫瑰白玫瑰 正好奥斯卡邀请我回来办一个奖 然后我就传真 我就发现了那张传真上写着 请你给我带这个以下这几件东西 嗯 可能有五个东西吧 后面三个都是数 嗯 我看见这个我才想起来说啊 真的是需要啊 就是这一个 是刚需 这个表格里面多数是数 嗯 对 你说的是黄玫瑰白玫瑰 因为黄玫瑰白玫瑰对你有吸引力吗 你觉得 有 有 它有很多人与人之间吸引的感情 而且不是那么感情 嗯 不是那种 它挺硬的 对对对 不是那种煽情法 我最过敏那种煽情法 嗯 那种 嗯 哇 冰沙 谢谢 嗯 很好吃 嗯 但是我更向往那种 真的是那种伟大的人格 那种道德的勇气 那种约翰克里斯多夫 就还是英雄主义 理想 其实这个就是挺厉害的一个东西 你想一想 一本法国老书 能够在中国当年的青年当中 引起如此的震撼 对 我觉得这种英雄主义 很浪漫的这种东西 好像什么时候开始就消失了 就大家好像对这种 personality不感兴趣的这种character 其实罗曼·罗兰自己就很像这样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 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 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 前后左也找不着 但其实存在过 他一定在 只不过就是现实的价值 没有把这个东西衡量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我说拍硬格力士 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 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integrity那种东西 对 有这种moral power的人 对 就是对我来说 可能我缺乏一些 但是我向往他 所以才会在电影里 想去拍这样的人吗 其实我丈夫有点这样 也就是说 他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此 你觉得乱讲的话 在这么一个世俗标准 这么无口不入这么一个时候 如果一个年轻人 想去保持他那种 理想主义 英雄主义 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立呢 你觉得 就是你不能说我有理想 我坚持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英雄 英雄他肯定有前提 他还有一种 自我牺牲的一个精神 就是他是可以舍弃的 那所以才叫英雄嘛 要不然我也有理想 跟我不个英雄 而且不被世俗规范影响 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呀 就是说你去迎合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迎合 这也还是可接受的 也不能太要求高了 对吧 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迎合了 你会讨厌自己吗 你会 会呀 所以我迎合的时候 总是不够流利呀 真的真的 我自己都能观察到自己 就那个自己在看着呢 直摇头 刚才你说你看到这个 这样照片 相信你那时候 你觉得他已经经历过很多 故事啊 苦涩呀 然后你说你再碰到他 你觉得都会过去 没 你现在看他 你觉得最多的苦涩是什么呢 脸上 他有一点挑战性吧 眼睛里还是有一点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张有点 拧的劲儿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确 其实也有过很多苦难 但是呢就是说 是我就是一个坚持要 保持纯真的天真的 那些烙印是打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不是不存在 但是不会影响胃口 那咱走 好咱们走吧 比如你那时候 等于去美国 一个很大的culture shock 其实你现在回到中国 就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的思维方式 会给你一种新的culture shock 对今天年轻人 我有很多很欣赏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 跟年轻人在一起聊 对 其实就是年轻人 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 对 他们的理想主义 应该某种意义上更个人吧 跟那之前的 更集体式的不太一样 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 普遍性的 如果有的话 他们挺奇怪的 就90后那种 好像是追求 更真实的一种东西 authenticity 不愿意为你做太多的戏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中国最好卖的一个软件 是什么 美图修有什么 修图的是吧 对啊 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 因为一切都很光滑 一切都可以P图 PS 一切都可以 把他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 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 它是通过了一层 磨光了以后 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 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吧 还有一层影响创造力的 就是你时时刻刻的在被预乐着 你的头脑每一秒钟都在被刺激 在某一种色彩的变化 光线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短暂的那种小小的刺激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觉得单调 创造力必须要单调 就是它是独自单调 特别闷的情况下 它必须用想象力去弥补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 它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 包括你说你想起外婆外公他们那些人 你在看他们会有什么新的感觉吗 我觉得真不容易 看他们老一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我外公他其实不是什么优越的家庭出生的嘛 他自己的好学啊勤奋啊 使得他能够到英国到美国去得到这样的成就 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那种激情对科学的激情 他从英美回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梦想 研究鸦片受体 但是他回国以后战争当中会有许多其他的需要 比如说研究黄安药效去替代抗生素 解放以后要研究血系虫病的治疗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等待 然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他英国原来的同事研究出来了 就是这一份罪爱 他根本就是为他而生存的这种 就是而做不到 或者说因为你们家庭等于 其实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一个 也是某种缩影嘛 其中有无数的遗憾嘛 就有某种无数的遗憾 未遂的志向 这些东西想起来 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就为他可惜 我觉得就从他许多学生和我读到的资料 当中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然后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是忘年交 也许我希望认识他 我外公是自杀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 你不懂 你不理解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死 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就让你去思考一些 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 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 是你不应该接受的 他那种无奈 你有什么特别的无奈吗 这么多年过去 可能这个就是要等到老透了 临死前自己会有一种总结吧 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无望的时候 觉得想抓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他承担下来 我会承认他的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 出去的这 这么些年 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 他的确拖宽了我的地平线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认知也好 对人性的认知也好 如果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 我喜欢现在的视角 变得更宽容 这种宽容不是说是一种慈悲 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感逻辑 或者说emotional life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比如说年轻时候很多挣扎 很多渴望 现在是什么 是平静吗 还是说 肯定是有挣扎的 人活着哪能不挣扎呢 肯定有挣扎 我就属于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挣扎的 但是呢 没人知道的 别人看不出来是吗 对我也不一定会跟 把这种 这种是你自己最隐私的东西 这种隐秘的角落里面 那个部分 对呀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释放出去了 的话 他不就拍不了戏了 写不了东西了 你说岁月到底 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岁月就意味着岁月 岁月还能意味什么呀 不知道 我问你 应该说吧 就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我经历于战胜了 那么多的痛处 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 头脑里的疾病 这是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事情 就不是正跟你吹着呢 现在有什么 除了要完成电影之外 特别想解决的问题 特别困惑的事情 跟孩子们吧 怎么讲 可能也就是说 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跟他们所成长的年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拍英格力士 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回去看吧 让他们能够看到说 是这样过来的一个人 类似吧 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做得不好吧 那天 谢敬纪念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 他 对他两个智障的儿子 有那么一种欣赏 让我回想起 自己 对女儿经常很严厉的去批评 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很酷啊 他会说 哎呀 阿斯今天把那个拖鞋给放回去了 放到鞋架里了 哎呀特别高兴 出门的时候 把我把雨伞撑开了 特别的幸福 就那种爱 很少有的 很纯粹 因为他没有望子成龙啊 他没有说 你一定要挣多少钱啊 要为我脸上贴金啊 为父母争光啊 这些错误的 这种父母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下意识的 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过我觉得 就是我可以说 很少啊 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 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就不一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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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